自然的力量太強大了 我們要保持一可謙卑的心 為了人生人共同面對的問題而努力 您好 我叫Mahilis Chevalier 我的中文名字是馬小莉 我是比利時人 2010年到中國 已經51年了 我現在在中國地質科學院 地質研究所工作 咱們都要我的石頭 可是不要給 這個石頭特別特別老實 失敗一年了 在海裡慢慢地長大 我特別感興趣地質的自然災害 我是在百里讀書室時 開始研究青森各樣的活動構造 地震衛生器和古氣候變化 我是畢業後 我想更方便去青森各樣考察 所以我來中國工作 每次地震後 斷層會發生活動 我通過計算帶的活動速率 來一次下一次在地震 什麼時候會發生 這個是專裂 找你看 特別清楚 這個有位錯 有160米的位錯 這個年齡20千年 所以我們可以決定 限制和短年代的活動速率 正式測定 今天凌晨2點04分 在青海果羅州馬多縣附近 發生7.4級的地震 全省範圍普遍有震感 西寧震感強烈 其中馬多縣 我和團隊都去了那邊 是第一次我看了這個地震破裂 很長很長 有150公里長的一個破裂 我們感覺了很多 aftershock 一天的工作可能感覺了六個 地球特別特別強 比我們強 現在青藏高原和中國的西部 發展得越來越快 越來越多人住 所以短年代和地震的研究很重要 我共要學習怎麼prevent 可以保護人 保護環境 保護城市等等 我現在有了自己的學生 他們對我的研究特別感興趣 我們在一起討論 特別是一個 discussion 我們在一起合作 我們在一起合作 這個是我的碩士學生 李嘉宇 畫的 這是我 君子走法 然後我的三個學生 不是媽媽和孩子 我特別喜歡他們 在一起吃飯 在一起玩 然後去他們的婚禮 他們多認識我的小孩 我老公是新加坡人 然後小孩現在四歲了 特別可愛 她覺得她是中國人 特别高兴我们的生活都在 都在北京 都在中国 今年的9月23号左右 所以告诉我 你下周去人民大会场 获得这个友谊奖 让我们特别好兴 我以前学中文的时候 老师告诉我 友谊的意思是Friendship 现在我觉得 友谊就是不同国家的科学家 一起努力解决 让你面对的问题 未来计划 我想继续在青森高原做研究 我两年前申请跟比利时合作 我们申请是第一次 比利时那边没有山 和中国的地址特别不一样 我喜欢广东的比利时水上来中国 看青森高原的风景和地址 我们可以在一起去面对 未来的自然和世界 大家在一起去面对他们的风景和地址 那里一边的风景和地址特别不一样 他们来以lling之间的风景和地址特别不一样 大原则